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多这个海鲜包包 全是这么大的 这个更小 全给它剪了吧 太多了这晚上有污染 能能看见它那笔子 它往里跑 就这边往 抓上它了 自拉一声 你看这个洞 就跟那个井那个抽水那个洞间似的 他顺着这个洞往下一跑 哎 丝儿 还有点刺水呢这小子 现在这个鼻子都特别白呀 看都是这样的 这个头还可以的 就拿着吧 这个鱼是死了吗 哎 活着呢 装死啊这小子 每次一遇到这种小碗啊 基本都得给他埋在水里头 因为这个就是孟尔伯的宝宝 他一握沙的时候 转圈握 一点点就铲在这个沙子里了 沙滩上这种包基本都是黄线 而且 有的时候也是月浪贝啊 这个月浪贝挺肥的 可以带回去 这个老弟在这上网给自己刮着 给你救下来啊 哎呀 这是个母子呀 看这肚子这块 这已经剪下来了啊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 他这个肚子不是线奴啊 就是这种带颗粒状的 这全是他的宝宝 线奴的话是特别平滑的 这边有水给他放在这里 去吧 哎 嗖 我就指着他缩的快 想在水下天嫩一下 有没有海螺 一个挖就不对劲 来这里来一个 能不能看见这个口吗 嗯 这个比较小啊 这只宝宝 不要 这个可以拿着 来一只海铺 应该是捞住了 哇 这里的这个水好多啊 看一下吧 有的玩这个叫鼻管 这里的特别多水 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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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熟了 等会儿被他祸死了 这来个海螺啊 他在吃这个小海虹呢 能不能看见 哇 嗖 这还沾点泥啊 过这个颗头可以 还没有了 应该是没有了 这个小海铺好可爱啊 这个小海铺好可爱啊 大家想着吧 这个 这来个叫黑头鱼 给它抓着 好了 这边的黑头还是挺多的 哎 上来 哎 上来 这 哎 哎 哎 赶紧给它放水里啊 不然再死了 这来个木耳朵啊 看跑得多快 前面这个须子 叮噔叮噔 哇 哎呀 嗖 这种的特别敏感在手下的 这是个什么洞 城隍洞吗 哎 真是的 来个城隍啊 这个城隍应该是没跑的 哎 我使个大劲 它可得拽出来了 这是个小城隍啊 它这个鼻子跟身体一样长 这也不要了 给它放了 鼻子我拿走了 个头还是小 盖上带 在那 闲闲闲 又开始叫和上了 我们现在这个门没法锁 锁不上 如果狗的话没人进 这狗看见啊 没人敢进来 溜溜溜 啊 回家 我这靴子都没换呢 哎呀 这点动靴 来看看你 过来 我得抢不上 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 快点 快点 我已经有点拆了 这只毛鸡 点不变 谢谢 我们已经云得了 ATE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就先拍到这里 喜欢大奇的朋友 记得关注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